速腾朗逸私运行格现在是玩堵了 家人们绷不住了呀 都优惠三万大四万多 落地价格也就十一二万 但是宝贝们1.5T要么就CVT要么就双离合 咱不妨看看9T标箱的别个军威呢 家人们 这玩全款落地四三万多 按揭落地十二万多 也可以考虑考虑加那么一两万预算不到十五万落地的 十一代索纳塔pro啊 按揭的情况下 宝贝们 你就想速腾朗逸私运行格 本田私运跟新格跟去年价格差不多最低点 但是速腾跟朗逸比去年对比的话降了八千到一万 这个时候也不能干 我跟你们说啊 家人们 如果说想买1.5T版本的这四台车 第一配 我觉得落地十万零五千以内 含购质税 含商业险是比较合理的 它指电还能往下掉 为啥 很简单一个道理 新能源市场十到二十万这个价格级别太卷了 老款马上就要迭代更新 新款的混动 甚至都能给你配上自驾 一旦下连这些个自驾车型十多万块钱的A级插混车型出现之后 还有一库兜的增程车型呢 这些个传统燃油车现在销量挺好的 指令得憋不住还得降不着价格 如果你真想干 咱研究人就多花个一两万加点预算干B级车 这些个B级车已经降到底了 还有一些宝贝问我 二手车十到十五万预算干啥得劲 你可以参考一下17年的投一批的奥迪A4 这玩意还没换 但现在还是现款 也可以考虑一下20款的沃尔娃S60 18 19 2021年的捷报XEL 这三台轿车都是现款 现在10到15万预算能干一个 咱一定要找公里数少的 公里数大的别要 买二手车也得图省心 别买回来修包炸 赔蒙了 这期我不可能白让你给我点关注 每天带你们分享 二手车新车行情全是干货 点赞关注 祝你发财 身体健康 月亮要 服务敦海 寿比南山 不劳而获 坐享其成啊宝贝们 没事巴拉巴拉懂车地 看看二手车车员行情 2024年买车便买贵了宝贝 我们下期再见